所以妳這次 今天主要是要做什麼手術 嗯 我之前做過下肢 但是現在笑起來 會就是 會往上跑 然後也會眨到我的眼睛 妳這個地方是看起來裡面是有放東西嗎 對 然後能夠液體真皮 液體真皮 嗯 所以妳應該是在做液體真皮的時候 然後同時做下肢對不對 對 對 了解 所以現在 妳再笑一下 我看一下 妳再看一下 所以主要笑一下 眼睛在那裡 所以妳看起來主要就是這個笑的時候 下面這個 妳原本的臥蠶再連同 就是先放一些液體真皮 會這樣一直捲進去 對 眼睛會不舒服 了解 那所以就是 那變成是說這個東西它去壓到睫毛 對 那有時候這個皮 我覺得這個妳笑用力一點的時候 這個皮可能會直接碰到眼角毛 對不對 嗯 所以就是這個問題 會痛 了解 所以眼睛會痛 對 眼睛會痛 對 眼睛會痛 OK 那我跟妳講呢 我覺得這大概主要是兩個問題 因為妳左邊喔 剛剛看了一下 妳就是裡面有一點疤痕組織 嗯 所以 代表說妳之前做的這個下肢 它是拍在裡面的 那我們眼睛的話 它叫前後層 以妳的方位來看的話 這是後層 這是前層 嗯 前層也就是妳剛剛看到那個皮膚 肌肉還有握層的部分 嗯 後層就是妳做下肢的部分 所以這個手術在操作的時候 如果說妳只有把下面拉下去的話 就是妳只有把後面拉下去的話 妳的前層沒有跟下去的話 有時候就會出現這個狀況 嗯 那聽得懂嗎 嗯 因為它是一個相對的 就是妳把後層的眼睛板拉下去 下肢手拉下去的話 妳前層的皮膚跟肌肉 它會捲過來 它就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在做下肢的話 如果我們是內開的話 有時候外側還是得修一點皮 嗯 不然就可能放成這個狀況 嗯 那所以現在就兩個解決方法 一個方法就是把後層的下肢 放一點回來 這樣它就不會再捲上來 另外一個是把外側皮膚再切掉一點 好這樣子兩邊前後層平衡之後 它就比較不會這樣捲進去 但是這樣會產生一個問題 就是妳看一下我 笑一下 笑一下 假設我把外面皮切掉是這樣 妳會覺得這個地方有個角 嗯 對不對 就說妳現在這個角是因為 被這個肉擋住 但是如果把 我就單單把外側皮膚把它切掉之後 那這邊就會出現一個角 就變成妳內側的下肢 其實拉的應該也只是太平均 嗯 所以妳當這個下來之後 然後妳把外側切掉之後 它這邊就會出現一個 這樣V型的這種形態 也不是很好看 對 所以今天我們要做的第一個就是 因為妳反正妳不喜歡這個臥殘嘛 嗯 臥殘妳覺得不自然 對 是哪個地方不自然 嗯 應該是隨著時間 它好像越來越不自然 對對妳可以講大聲 是哪一個部分 就是 感覺很生硬啊 很生硬啊 然後笑起來也是 怪怪的 就是很死的一個心狀 就是有一坨東西在那邊 一條 一條 了解 那這樣子我覺得我們把這個臥殘部分把它拿掉 然後把這個下肢的部分放掉 應該可以解決一部分的問題 那另外就是妳原身的肌肉的角度 要稍微改變一下 這個是要稍微把它拉下來一點 所以這個臥殘的部分 也就是肌肉部分 我們會幫妳再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對不然現在笑起來反而變小 對 反而變小 對 那另外當然還有一些眼袋的問題 妳日後可以考慮再把這個眼袋再把它拿掉 好 OK嗎 好 那其他還有什麼問題 其他 你說講另外一個問題是說 笑起來的時候 外側的這個肉會進來對不對 對 好那妳再笑一次看看 可以稍微證明一下 這個地方 它會這樣擠進來 那我 因為我剛用 就是我剛仔細看了一下 你外眼角那個地方有一點疤痕了 嗯 所以通常這種現象就是在開 外眼角的時候 所以就是外眼角開大的時候 我們叫眼尾切開 嗯 這種手術的時候它去 它只有直接切開 它的韌帶可能沒有固定好 所以變成說這個韌帶其實跟骨頭 是一個鬆脫的狀態 嗯 好那這樣會造成一個問題 你本來想要 你開外眼角 你本來希望說眼睛會變大 可是因為這個韌帶鬆脫的結果 所以妳一笑 眼睛肌肉一用力 它反而被拉進來 對 對 所以 就沒有放大效果 沒有放大 而且還有縮小的效果 反而變小 反而變小 對對對 所以這個就是 但是不笑的時候感覺不到 但是不笑的話 這種直接 眼尾直接切開這個方式 我覺得也很不好看 有時候我就覺得像狗啃的一樣 就直接剪開這樣 那傷到肌肉的傷到韌帶 但是它沒有任何還原的動作 所以它一笑的時候 你肌肉一用力 然後韌帶就會從骨頭上被扯過來 眼睛就變小 對 所以這個我覺得這應該是 現在也是需要解決問題 所以那外眼角的部分 比較尷尬的地方就是說 不曉得這個韌帶傷害到程度是怎麼樣 嗯 我們這邊的結構 從這邊看過來 就是以你的方向來講 這是骨頭 嗯 骨頭過來是骨膜 過來是韌帶 骨頭骨膜韌帶 這樣排 一致排開 那你現在 我們不太確定它傷到部分是什麼 假設它傷到部分只是韌帶 我們可以把韌帶 釘回骨膜 嗯 就OK了 那現在比較尷尬的是 怕在操作的時候不知道怎麼樣 說明骨頭骨膜跟骨頭已經有分離的現象 就是你傷到部分不是只有韌帶 還要骨膜 那這個時候你把軟組織 掛回這個骨膜 就變得不牢膜 因為骨膜跟骨頭已經分離了 嗯 這樣你聽得懂嗎 我再講一次 骨頭骨膜韌帶 所以假設韌帶 你掛在這個骨膜上 一拉 骨膜跟骨頭是分離的狀態 那你這個手術腳的效果都不好 嗯 所以在這種狀況 如果真的要修補的話 書中我們判斷如果有這個可能 我們會用 鈦合金的小的螺絲釘 把這個骨膜再歸位到骨頭上 因為骨膜本來就應該 就應該會在那個骨頭上面 就應該把它鎖住 嗯 所以這個 這當然就是 就被我們訴訟我們直接判斷 如果我們覺得 欸 線掛上去 OK 沒問題 那我們就這樣做就好 不然你會 可能會有一個陰影 然後這邊有一個金屬屋這樣 實際上那是很小 但 這就是你看到這個 這邊有一個一個這個洞 就差不多這個大小欸 裡面很細啊 然後四個MM 不是很多 但是 呃 有的時候在需要的時候還是會幫助很大 嗯 所以今天要解決問題就變成說 三個 嗯 一個問題是貨殘 植物不正常 第二個是下肢太多 嗯 還有貨殘的心態不對 嗯 然後第三個的話就是外眼角 就問題 外眼角輪在斷裂的問題 嗯 那外眼角部分 我們就看手術上的狀況 是不是再把外眼角稍微太大一點 讓整個眼型再大一點 因為你的本身的眼眶 就比較小了 嗯 對吧 嗯 笑起來還蠻小 蛤 笑起來就變很小 對 笑起來會整個 好像眼睛會不見 比原本還小 比原本還小 對啊 就是有這種問題 所以 因為你上次諮詢的時候 沒有提到這個外眼角 嗯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在補充跟你說明 對 只是 每次要跟病人結智的補定的時候 我都實在是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 病人大部分都說 醫師你就幫我縫上去就好 可是他沒有想到 縫上去我們是 本來是縫在骨膜上 但是他沒有想到 骨膜跟骨頭已經分離了 嗯 所以要看你 第一次的手術是怎麼做的 有時候骨膜跟骨頭 骨頭 骨膜 骨膜跟骨頭不只分離 是骨膜根本就是淬裂 這種狀況之下 你鎖也沒有用 因為沒有東西可以鎖 嗯 那這時候怎麼辦 再把卵子骨掛上去 就只能講 嗯 那個等於是最後一步 當然你還沒到那個地步 嗯 所以 所以今天手術要打了幾個 把臥蠶盡量取出 他有時候沾點很厲害 我見得能夠完全拿掉 但是我也希望可以 那第二個就是 把肌肉中心排列 嗯 這樣 那另外就是 這個 腕腳韌帶來的修復 嗯 這樣 嗯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有必要的話 術中我也會切除部分皮膚 沿著睫毛跟部分的皮膚 把它修掉一點 嗯 大概這幾個重點 這樣可以嗎 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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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就沒問題了 好 嗯 其實我們 就是 跟你做個簡單的討談 其實你就是 像你真實的感覺講 你其實就可以了 嗯 嗯 那你剛開刀覺得 你會有點痛嗎 不會 不會 不會就是 你會講得到這一點 不會痛啊 就是有點像睡著 又不太像睡著 聽得到別人在講話 然後 沒有什麼感覺 沒有沒有什麼感覺 算滿舒服的 OK 其實打那個麻藥打眼尾那一針 我們是知道滿痛的啊 但是你剛剛都沒有印象 還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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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 那後半後半 因為麻藥打很多之後 我們就其實都讓你醒了 嗯 所以 但是前面那段時間 都印象不是很深 對 模糊的 模糊的 嗯 後面就 很清楚的 聽到 講他的內容啊 但沒什麼感覺 對 不太會痛 那基本上算是舒服的 嗯 跟你之前開雙鯉應該不太一樣 差很多啊 對 之前是折磨 了解 對啊 所以我們現在其實 就是說 嗯 其實比較複雜的手術 還是讓病人睡一小段 其實只要一小段 就會差很多 嗯 最困難的那一小段 因為他拆的時候 流血啊 電燒什麼的 變得很不舒服 不會那麼緊張啊 對不會那麼緊張 然後 睡完之後 後半再調對稱什麼時候 讓他醒 其實這個組合我覺得蠻好的 嗯 那你現在 你現在覺得怎樣 看不太出來 因為我現在就是 連媽媽冷得 媽媽冷得 媽媽冷得 但是你 你做一件事情 你看 你笑一下 笑一下 其實你笑起來眼睛會變笑的那個 感覺應該不見了 嗯 你看一下鏡頭 你可以 稍微潤一點 幫你笑一下看看 對 你原本笑起來眼睛會整個 瞇起來那個感覺 應該已經好了 嗯 所以 應該是會達到他的目的 好 那這個 不過外影腳 手術就是有一個要注意的地方 因為他那個固定的點 的範圍非常的小 嗯 其實我們這個地方 外影腳固定 就是外影腳的固定 至少固定有五六幀 但是 你如果大力扯到他 他還是會斷掉 所以你在 修復的這一兩個禮拜 這樣特別小心 所以我現在幫你貼這個膠袋 不能扯到他 不要扯到他 然後我比較擔心的是 睡覺的時候 有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 有時候 你壓到什麼 斷掉 所以那我 我的這個貼髮其實很簡單 我就只是把這個地方 稍微拎一下 把它帶著 就這樣 好 那這樣的目的 就是 可能是多一層保護了 嗯 這樣 不要隨便拿 他擦藥的話 就從旁邊那個碰碰 把它殺進去 就可以了 然後擦一點藥膏 都不要動他 不要動他 然後 不是還有給你一段PRV嗎 嗯 對那個PRV 你應該有拿到嘛 有有有 就多點一些 對 那這樣應該可以修復的很快 好 然後 對 你之前不是說 笑起來的時候眼睛會痛 哦 那也往你家 對對那現在應該沒這個問題了吧 對不對 應該幾個碰碰切就 哈哈 應該是 因為現在 有線 對有線 線在外面 然後左邊 因為你原本的左邊 是比較嚴重那邊對不對 嗯 那左邊 所以你看我左邊有切皮 右邊我就沒切皮了 哦 因為我本來有想切一點點 但是我看切 切與不切之間 睫毛角度差別不大 嗯 所以但是這邊我原本沒有切的時候 我覺得睫毛還是比較朝上 所以我最終還是決定修掉一點點 嗯 因為它之後就會往下 會比較出來 因為現在是最腫的時候 最腫的時候說是最靠眼的 哦 那所以有的時候 像有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這樣 就是水腫的話也會推到那個眼 那個睫毛線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這樣 稍微拉下來一點點 嗯 這樣也可以 就是 如果萬一真的回去更早 貼到的時候 有睫毛弄到的時候 你可以像這樣貼 然後 那這樣就是可以把下 下撿的皮再拉下來一點點 嗯 壓下一點點就不會覺得好像 好像 好像 太腫了 然後肉又去壓到那裡 嗯 好 比較好笑一點 不過前幾天就這樣 然後對這個冰符 嗯 PRP點一點 PRP蠻有效的 好 然後不要去扯到它 好 應該沒有問題 嗯 好 那就這樣 謝謝 好下禮拜見 好 拜拜